这是一个网友寄过来的美帝外机主板 故障现象是开机不工作 一会儿是内机主板报P0故障 那么P0故障我们都知道 就是IPM模块问题 是外机IPM模块保护 那么我们现在接上电脑 我们来通电看一下这个故障现象 开机 好开机之后 我们看小白这个简测仪 上面一直是6个点 但这种情况应该是 这个机子 电源好像是有问题 我们首先来测一下这些 供电 首先测一下这个300伏 正常 然后测一下这边的15伏 只有7.1伏不正常 输入只有8.5伏不正常 然后测这边的5伏 只有3.6伏 3.3伏只有2.7伏 这里1.8伏 1.8伏是正常的 输入是2.7伏 唯一就是这个1.8伏是正常的 因为它的输入的是2.7伏 是高于1.8伏的 所以说它这个LDO 它是能输出1.8伏的 比如说这个电路板 就是一个电源的问题 可能它就是这个电源的15伏 模块供电的有问题 导致了它报这个P0 它因为这个机器 可能报的这个故障代码 也不是特别准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电源 机的问题给它修好 像这种电源低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检查反馈 反馈我们检查一下TL431 检查它的参考端 也是第一脚R端 如果R端是2.5伏左右 那就说明它这个分压电 左右问题 如果R端是不到2.5伏的 就说明这个TL431 或者光偶有问题 我们来测一下 在第一脚R端 我们可以看它是2.47伏 那说明前面它的分压电阻有问题 那么我们围绕第一个脚去检查它那两个电阻 这里我看了一下这个电阻图 它取样很简单 它的这个取样是取了12伏 12伏通过一个18K 上面的电阻 下面一个对地电阻4.7K进行分压 这里大概分的一个2.5伏的电压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因为这个串点分压 然后送到了那个TL431的R端 那么现在我们就测量这两个电阻 输出电压变低 要么就是这个电阻减小 要么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电阻增大 我们来测一下 我们看在路能不能测准 首先我们测一下这个4.7K的 实测是3.8K 我们刚才说了 电压 如果这个电阻变大的话 电压才会变低 那么就说明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那么就是上面这个电阻变小 18K的电阻变小 我们测一下 实测是4连几K 5连几K还在跳 然后再路可能测不准 我们把这两个电阻给它拆下来 或者是直接全部换掉 这两个电阻拆下来了 我们还是测量一下 也许拆下来它的阻值正常了 我们先测这个4.7K的 前两天还有一个人在我的这个视频下面评论 说这个电阻它也有变小的可能 一般的这个贴片电阻它有变小的可能 它实际上不是变小 是因为这个贴片电阻它贴在电动板上 这个电动板上面下面有这个脏龙线 它可能就会漏电 脏龙线 然后一有这个水气的话有这个水的话 因为空气比较潮的话它就会漏电了 果然我们刚才说的 你看我们这个18K的电阻是好的 刚好这个4.7K的电阻 也是好的 所以说我们测可能测不到 但是我们直接给它换掉 我们找上两个电阻 一个4.7K一个18K 更换完成之后我们再次上电 我们看这个上面 还是不是选择几个电 电机 好 现在就正常了 现在不选择几个电的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这边的电压 3.3 1.8 15V 现在都正常了 现在这里抱一五 我们没有接这个 传感器 我们接上传感器 然后我们再来接上 它进来进行一个测试 好 我们这边已经接上压缩机了 我们再次上电 我们现在用这个检测仪来启动 因为这个检测仪 它可以测到通讯 好 现在通讯是正常的 可以看到这个温度 开机 好 现在这边已经启动了 好 现在这边已经启动了 我们这边的电压缩机